家俊,現在賺錢了,很艱難 入戲又要排隊又貴 一店又沒位又來 慘了,我們的的士界怎麼會有新車解決難題 還有什麼希望呢? 家俊駕駛得很差,很膚險 開頭那一刻 拍好一點,讓你進氣 你誇張一點 家俊,現在賺錢真的很艱難 入戲又要排隊又貴 入電,不可以吧? 你第一下就行 家俊,現在賺錢真的很艱難 入戲 可以慢一點,可以嗎? 要誇張一點,整個新屋都沒所謂 家俊,現在賺錢真的很艱難 入戲又要排隊又貴 入電,又不知有沒有位又來 你就有氣了,是呀,是呀 家俊,現在賺錢真的很艱難 入戲又要排隊又貴 入電又排得更久,又不知有沒有位 是呀,是呀 這樣慘吧,我們的的士界 怎樣換到新車 服務特市民呢? 究竟我們還有沒有希望呢? 有誰幫到我們呢? 是呀,是呀,說多一句 我每說完一句你就可以是呀 是呀,我想走過來的 唉,家俊,現在賺錢真的很艱難 是呀,是呀 入電又要等多久 是呀,是呀 死了,還有什麼車種可以打救我們業界 給個希望我們呢?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沒有反應 我等你做完那個反應 家俊,現在真的賺錢很艱難 是呀,是呀 入戲又要排隊又不便宜 是呀,是呀 入電又不知要等多久 是呀,是呀 又人多 是 那究竟有什麼車種可以幫到我們業界 給個希望我們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沒有對白的,是呀 是呀,是呀 家俊,現在賺錢真的艱難 是呀,是呀 嚇小,入戲又要排隊又不便宜 是呀,是呀 入電,排得更金 是呀,是呀 又不知要等多久 是呀 那究竟有什麼車種可以打救我們 給個希望我們呢? 是呀,是呀 你又客氣,又客氣 不是,客氣嗎? 當然客氣,你問一下 你越來越客氣 不,你永遠都是頭兩夜燈 然後你就很客氣 第四句 我就來曬救死了 你有戴帽子而已 我們沒有的 是呀 家俊,現在賺錢真的很艱難 是呀 是呀 入戲又要排隊又貴 是呀 入電 要充電又要排隊 還不知要排多久 是呀 那究竟還有沒有一種車 可以解救我們業界 給我們一些希望呢 是呀 是呀 好 來吧 快點 看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咦 女儿 又是你 又是隆堡街前面 噢 刚刚的 我当时的 咦 司机你的的士有部卡机这么有趣 对了 绝对是你这些赶时间 有没有带Cash的福利来 Wonder卡机是我们的升级版 支援18种支付方式 有了它以后 再不需要上车前禁定钱先 拍一拍部卡机 乘客就落得车 多了 小姐 用人家比赤有优惠 你有没有 有有有 哇 只有这部卡机 真的方便很多 Wonder Taxi 一掃 直辅 MING PAO TORONTO 屎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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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賺錢真的很艱難 太少入石游戏 又不便宜 充電又不知要等多久 究竟有甚麼車種可以打救我們業界 給我們一個希望 兩位想找希望吧 有一個可以幫助你 Skyworth 創維 創紀Skyworth 創維 我們來試車 今天我們在試車的創維 創維可能大家都聽過 為甚麼會聽過呢 阿俊 電視機 電視機 電視機竟然會出現電車 我們今天很有幸地試到 這架創維的電車 進入我們的的士市場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聯請我們試一下 第一 今天都首先發表第一次試駕 相信公開也是第一次的 創維 原本這架車當然是左軚 現在都改了油軚版 我可以來到香港 現在我一邊開 扔這個彎 會有點急 很平穩 比我預想中的SUV 比較傾側 因為我自己駕開都是SUV 傾側的程度是少的 相比我上次試駕駛 比我上次試駕駛 這架的體感會比較實 那架會輕身 靈靜的程度 其實大家的電車都差不多 我覺得 這架是剛才扔彎的 其實都很關於懸掛系統的事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懸掛系統 如果大家有了解過國內很多的車 都知道 其實 講起很多都是用一個 後面不是獨立避震 一字膽 一字膽 即是像火輪一樣 但是後面會比較冷 這架車 創維這架車 其實是比較等本的 因為避震是獨立懸掛 所以成本 是比較重的 而買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相對來說 比較實際的 好了 俊哥 現在我們正在開車 一上來 我當然要問問你 乘坐的感受 俊哥 介不介意說一下你 多重 我大約220磅左右 那相當大隻 相當 你有沒有摘死老婆 沒有 我老婆一百多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OK 那 很闊落 是嗎 很闊落 坐姿 乘坐的姿勢呢 坐都很舒服的 腰能頂不頂到嗎 可以托到腰 OK 如果大份的 如果我想問一下你 我們上次和你一起去試 那個光靈去比較 你個人覺得哪一輛會坐得比較舒適 好 一定是這輛浮落很多 那我也解釋一下 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會問你這個問題 不是代表光靈不好 我們沒有踩哪個牌子好還是不好 不是上到那輛車就說那個牌子不好 對呀 而是這輛車 就偏向SUV 對呀 SUV 就有一個優勢的是什麼呢 夠大 夠大 內隆還是寬敞的 但是SUV有的缺點就是 後面的乘坐是比較浪的 但是這一輛車 一會兒你可以試一下 我就覺得它是暗浪的 現在阿俊哥呢 有人有 怎樣 加速力如何 又沒有暗浪的 加速力OK 還有唐太太實在 就是比較有太感 有太感 有太感 因為其實太感這件事 我們扔彎的時候是有其他感受到的 為甚麼呢 一扔到這輛車 如果太虛的話 你的心也會驚訝 對呀 應該是實在一點 現在我們剛剛在試比力 一般電車的感覺 收車是收得很快的 對呀 另外有沒有一些 現在當你是正常地走 一般我們駕駛電車的話 其實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不踩油不踩給力 的時候 這輛車好像拉著 這輛車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沒有 即是很電油車的感覺 對呀 很順暢 我一收油就整輛車拉著 對呀 對呀 我想也是調整一個 省電模式 或者是舒適 這個也是有影響的 因為我不會用這個 panel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在裡面 可以調整的 冷氣 我覺得很足夠 怎樣 擲這個回旋柱 如何 感覺如何 定的 四平八穩 四平八穩 這輛車是不行的 響啊 響啊 哈哈哈 證明我真的被有訂 沒有辦法 真的 內地輛車是 波人認為 真的差一點點 大家如果真的有什麼需要 試過的話 都可以自己換輛車 對呀 講開胎 這輛車也有它的好處 一般 其實電車我們試過 很多行十八十九吋 這輛車代理就說 會用17吋 17吋 對大家的好處 除了坐進去 沒有那麼抖 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它會省電一點 為何要省電一點 不需要發太多力 拿越大 就越浪費電浪費油 這個是一定的 它傾側的角度 不算太多 是的 我覺得幾四平八穩 一字搭和落搭 是這方面的 是的 一字搭是慢慢的 它這個 真的被震懸掛 是做得相當之不錯 我坐在這裏 進過手車 就真的很快 但是 感覺是平穩的 平穩的 我平時都要靠左 靠右 就是坐小老婆的時候 這個很穩定 你這麼大份 很穩定的話 你會很舒服 很舒服 真的舒服 原來想不到 這個創圍 除了做電視 原來做電車 都挺出色的 很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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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問過代理 至於仿塗目 他不肯定 我覺得有的當然最好 沒有的 可能工作上會方便一點 很多位師兄 因為始終他吃進去都不麻煩 好了 雖然都是人造皮 但感覺上跟上次威龍士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燈是軟熟 沒有那麼挺 偏軟的感覺 大致上都可以接受 尤其是營業車 交的東西都很多 好了 都是一樣 Panel 都OK 我覺得 有什麼資訊 我又想說說 這個Panel 大家要留意一下 剛才同代理說了 有機會未必是這麼大的 會縮小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的 是未有咪標 所以找不到什麼位置 有機會把Panel 縮小 才可以放得到咪標 但我相信系統上的 最多是細小的畫面 用起來都是齊全的 因為剛才時間關係 我們都不是看得太多 但基本上電車能夠有的 基本的配套 它都有足 例如安全系統 音響 冷氣的控制 車的資訊 其他東西都基本上有齊 這個我相信都是很基本的操作 我們都不再細小說 因為每輛車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了 又是這樣 這些大家看到的中控台 又要稱讚一讚 這個手枕OK 但又是有雪櫃 有冷氣開放在裡面 大熱天使 跟上次試過的江陵 威龍 都是一樣的 我剛才坐過副架椅 坐上去的感覺是什麼呢 不是拆鞋 其實坐很多車 我們都試過很多車 這麼多年來 但是坐這輛 感覺是否受到圖目的影響 還是什麼 好像你那輛大嶺 靈智的級數 不知你覺不覺嗎 有一點點 是吧 之前的車是沒有的 不知坐這輛有的 感覺是嗎 但後面是怎樣 當然我們是我們的試駕 突若專員 其實我本身駕駛的車是SUV 它有些感覺像SUV 亦都這樣說 因為SUV後排空間都是闊落的 但是SUV本身有一個問題 駕駛時 其實司機位和副架椅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一般坐後座是會比較浪的 但是這輛車在我們測試的過程當中 後面的座位乘客是不會感覺到暈 一般SUV是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它的車窗來浪比較高 這個是有賴於什麼呢 它的電池是放在地台 以及它的懸掛系統做得好 這個確是有一個不錯的乘坐感覺 那我們先試一下支援員 它有這麼紅壯的新駕 亦都沒有什麼問題 腳庫 很明顯頭頂比上次威龍 好實說它是SUV 優勝又是這裏 頂部位那裏 有空間 壓迫感沒有那麼大 其餘的設備都差不多了 後面有兩個USB插 還有10A三腳插 代表大家可以來這裏打火鍋 最重要是來這裏 插到三腳插 是香港用的三腳插 是大陸的 要轉一轉 沒甚麼所謂 我覺得一家大小去玩都頗開心 乘客坐上來未必需要用 但後面可以充電 我覺得可以的 正如Paris所說 可能很多東西來到香港的雙用版會有些出入 究竟乘客的電動調校有沒有呢 我相信不會太大希望 乘客 司機的座位應該有很大機會 順便提一提 因為來到這裏是測試版 主要是私家車 雖然噴了顏色 但因為私家車 可能需要穩定更加舒適的享受 19吋輪的測試 來到香港 如果做了的士 那麼多位車主 不用怕 是會轉為17吋輪 17吋輪對起圍 可能會更加敏捷 還有 坑皮的 17吋和19吋的電梯有一段距離 而且 理論上上下車更加方便 會降低了一點點 而且這輛車 我們剛才試過 上下車也是挺方便的 好了 令到我尾琴有個位置很開心 我們看看 首先要按一下 這是電尾琴 有上有下 有開有生 我們看到我們的特約試駕專員 特約試駕專員是非常專業的 覺得舒服嗎 很舒服 其實我們看看 它有隔塵 浪起 這些基本上一定是有的 例如可以讓你擺放一些輕便的東西 通常都是這些東西的 好了 講到尾琴的深度 跟上次那輛都差不多 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 深度 那放兩隻大行李箱應該都沒問題 兩隻大行李箱 然後上面放兩隻小行李箱 而且輪椅我覺得應該沒問題 就算你說政府公立醫院的輪椅 都很大機會可以 其他輪椅就更加容易搞 好了 下面有一層 給你擺一下東西 我們都看到 擺一下東西 而且所有補胎的裝備都齊了 而且這個位置 就是因為它不會那麼凹凹 上去行李箱比較方便 拖它出來就可以 拖一拖 借一借力 而且最重要就是 跌尾琴有什麼好呢 就是不用乘客 一 二 它舉高又不夠力 分分鐘跌回頭 而且它不可以死坐 大家知道 死坐那一刻 這輛車主很瘋 這輛車最大最大的賣點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扭力有320Lm 如果做一輛的士絕對 升任有餘 我們之前看的大約是二百多 三次頭是不少的 最大的賣點是什麼呢 大家也看到有普及板和快充板 而快充板的價錢更便宜 當然快充板的續航李數大家也看到 官方就說四百 主要來到香港也是這個版本多 最大的賣點是什麼呢 大家也猜不到 只要有20%差爆它 如果用Superchar來差 只需要官方的數字就是8分鐘 你沒有聽錯是8分鐘 當然可能官方的數字就是緊急一點 你預送一點 即是十幾分鐘就行 十幾分鐘可以充電一輛電車 大家是否覺得這個 令到大家起出網外 多著弱 今天測試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想了解更多的 我們這輛倉圍Skyway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和大家聯絡 看看可不可以盡快和大家安排車 大家是否看到這麼多台灣美食呢 小雖然我們應該去哪裏呢 地址在葵方榮方路的行景商場G樓 很容易找的 就地下 不用特意坐飛機去台灣 還有地道的美食 好吃 記住記住 各位師兄 盯著的士司機證 有8五折的優惠 11至9 記住 8五折的優惠 11至9是應餘時間 8千塊上全的 早上全升 masuk 給你的 目的事業界近四分一世紀的 創紀車行 處事工政 車隊管理優良 凡事責任閒先 盡心培訓新手司機 如果你都想加入的士業界 創紀車行是你不義之選 我 林九誠意推介 司機麻煩去 你不是 招職哥你不是去爭坐館嗎 為甚麼去駕駛的士 駕駛的士時間又彈性又找到 又不用怕被人抓 又不用打得煞煞 加著這張卡片 這家一條龍都搞定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 可以打2448-805 找香港專業車行瞭解一下 也可以上這個網址 今天看到一清二楚 開的士也可以很超值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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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And I'll start one tonight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And I'll start one tonight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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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